就是聚集,等於我又多增加一個,你們就自行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複製的方式最簡單就是按Ctrl鍵按住,這樣就複製一個,然後你可以再把它改名叫VBA 基本上我們就先抓長的,抓寬,抓高,當然可以一次清除,或者一次輸出,都可以 不過這個是跟那個聚集不一樣,聚集是用資料剖析的,但是這個是自己寫的,自己寫的當然,裡面有哪些地方 我們來特別了解一下,當然有些地方跟前面是一樣的,所以如果一樣的部分,我們就比較快速的帶一下 所以其實基本上,刮鬍自算長,跟剛剛那個程式基本上可以複製貼過來改,所以有些時候 像之前蠻多同學,剛開始撰寫程式,有些都寫不太出來,不過至少需要範本 好像有些同學都是用我的範本複製貼上改,發現他會,所以他有些我沒有寫到他就不會了 所以,當然,我雲端上面其實蠻多範例的啦,你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多練習 其實範例做久了,你慢慢就會知道,原來很多地方該怎麼使用,做久了大概就會比較知道有一些是共通的 第一個是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你會發現這個好像一模一樣 然後呢,從那個a跟b也是一樣,所以找a找b,找到之後的話,如果他不等於0的話,那就把資料切割到哪裡呢? 切割到c欄,所以這個地方輸出的欄其實可以改一下,所以基本上輸出到哪一欄 那為什麼需要把vba縮小放旁邊,因為你一邊看一邊寫,絕對不會寫錯 那從哪邊抓呢?從b欄裡面抓,我們本來是a欄,把它改成b欄 輸出就是a加1,前掛號的位置,後面的話就b-a-1,輸出的話,長就出來了 那寬的話呢,基本上就是把長複製貼下來改就可以了 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那個instr跟phi函數,它的參數的位置剛好顛倒 就是說呢,那個phi函數的話是什麼? 它的phi函數的那個參數 基本上它的順序是 各位可以看了,這個phi函數 基本上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是先找什麼 去哪邊找 從哪個字開始 那instr,vba那個,他剛好顛倒 他是去哪邊找,從哪個字開始 去哪邊找,找什麼 顛倒一下,所以特別追,這兩個函數 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主要是因為這邊 跟vba是沒有相通的 雖然有方法可以讓它相通,但是我覺得 它不完全是相等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們改寫的方法就是 一樣 先找到a的位置 再把a的位置呢 因為我有個a2,表示往下找 就把a的位置加1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 第一個參數一定是 開頭從哪邊找 去 去哪一個 哪一個儲存哥找 找什麼東西 所以會有a2喔 OK,就是 往後面找 那基本上我們是抓到後面的位置 是a2 一樣嘛,a2加1 然後b2減 a2再減1 輸出的話呢,就會是 寬的部分 那高的話呢 你想說,那不會有一個 a a2 是不是a3嗎 其實這樣寫也可以啦 不過後來,我有想到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因為在vba裡面,除了可以從左邊找之外 它也可以從右邊找回來 那如果說你用instr的話 是從左邊找 可是如果你要從左 右邊找的話 它剛好有一個函數 叫做instr 加一個rev 就reverse 反過來找 那我想說反過來找 那剛好嗎 因為反過來找就從右邊 也不會重複 所以就剛好找到 高的位置 所以 最後面那個 高的部分 我是利用那個reverse 反過來找 那一樣是從b裡面 b欄裡面的資料去找 找錢瓜湖 所以它找到的一定是高的 OK,特別說這個地方rev rev 就輸出 所以基本上高的位置 沒有問題 那當然 最後當然會有個清除 清除就是把這些欄位 通通都把它清空 清空 清空的話就是 cde清空 這樣就清空了 當然 清除資料 這個方式是一個儲存格 一個儲存格 一個儲存格的清空 這個方式 其實效率會比較差一點點 因為它是用儲存格清空的方式 所以如果說呢 我這邊把它註解一下 註解就前面加 加單引號 當然它這邊有個 使程式變註解 主要是因為我刪掉 我沒有參 我將來就找不到的話 那我可以先把它註解 放在這邊 另外有一種 方式就是 你可以用range range的話呢 指的就是什麼 範圍嘛 那這個方法的話 你可以 告訴它左上角 是 c2 範圍一定是左上角 到哪裡呢 到 18 所以你這邊的話 打一個18 不過呢 你需要是一個什麼 一個字串 OK 點什麼呢 clear contents CL 有沒有 contents 特別說 clear contents 指的是 清除內容 你不要用clear clear是 包含格式也清掉 那就不對了 clear contents 那這個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 一個範圍 一次性的全部清除 那如果說你大範圍 會 差別還蠻大的 不過小範圍 看不太出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多講一個有關清除的 另外一種寫法 那當然我後面的範例 很多都是用range 來清除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呢 我把清除之後 如果 三個要一次 全部 做完的話 那 瓜糊字串 一次 全部完成 裡面的話 基本上 也會有 A2 然後呢 輸出的話呢 會有一個 A3 不過A3 指的是revert 顛倒過來 OK 然後會有個 B B2 B3 所以輸出的話呢 你可以一個 兩個 三個一次輸出 所以這個地方 會有那個 VBA的三種 輸出的方法 所以最後做出來的話 就是清除 然後一個 兩個 三個 或者是全部 一起輸出 那 Function的話 當然你可以自己再改一下 前面有講過了 其實你可以 Sub寫出來的話 那我們會需要有三個 三個Function 因為 Function它沒有辦法一次 返還三個儲存格 它只能夠一個一個 所以基本上 長 給它一個 這個 向下填滿 寬的話呢 又另外一個 這個 一樣給一個範圍 不過 我剛剛講的 它沒辦法說一次 一個範圍輸出 所以 這個也是它的缺點 也就是說呢 如果像這種狀況 好像似乎呢 用什麼 用這個好像比較快 因為一次可以輸出三個 如果你是用自定函數變成 你要一個一個一個慢慢拉 好像就 效率上面還是 不如 這個的來得快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基本上 我們剛剛 這個三個刮鬍 也是從一個刮鬍 變成三個刮鬍 三個刮鬍的話 當然 多了一個 部分 就是說 多學了一個 NSDR的REV 倒過來搜尋 其實這 倒過來找 其實有的時候 如果剛好你的資料 在尾巴的話 那效率自然就會比較高一些 OK 所以 它可以 從頭 左邊 找到右邊 也可以從右邊 找回到左邊 那當然哪一個 你哪一個資料 可能 你可以 多一個 函數 也就多 一個 增加效率的方式 好 好 好